這些短片我其實是想用一些比較隨意的方法去做 我另外有些同事可能會想做一些大製作 設定好幾支攝影機、打燈、咪高峰、有寫筆 那些其實是值得做的 不過我發覺有個問題就是每次做都衰時 不要說一兩天,可能幾個星期 又會被製作家來回來回回的評論 可能到時放了一段影片出來都過了氣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想立刻說的 我這個人在工作上看到有這樣的問題 我立刻想分享給大家看 所以你看我這些短片只看我只說 也沒有什麼花巧的東西 你只看見一個人在這裡說 做到整個YouTuber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好 到頭來我也是想說一些關於工程合約上的東西 用最快最簡單的方法告訴大家 希望這件事可以幫到大家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civil engineer 大概十年經驗至十一年經驗 我做過一些 general civil works 做過一些鐵路工程 主要是隧道 以及一些 deep shaft 另外就是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也是我自己的專長 我主要是看 contract 所以我現在都是做一些 contract advisory works 我另外也有個 legal training 會做一些 dispute resolution works Dispure resolution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topic 我也不想在這些短片裡面 用一些很大的篇幅去說 但是為什麼我會提到 dispute resolution呢 因為說真的工程爭拗大家有誰沒有遇過 大家都會知道 這些爭拗往往其實都是源自於合約的 這些經驗就給我 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去提供一些的例子 就是告訴大家 在工程合約上 其實有哪些地方是一些復位來的 有很多時候會見到一些事情發生 就說又發生了 就是如果可以開始的時候 去試到的話 那這些這樣的爭拗 就不會出現了 雖然少了爭拗 其實我就少了生意 因為有爭拗 有 dispute 才能解決的 但是其實憑良心說一句 有誰想在工程上有很多爭拗 令到整件事是去不了的 其實整個 dispute resolution 最大的宗旨 其實不是 resolution 是 dispute prevention 希望這些短片可以在工程合約的層面上 在某程度上 起碼由 contract drafting 上 或者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上 是可以去 prevent 到一些的 dispute 那我希望是做到這件事 那我現在就說了這麼多 下一段短片呢 就第一次 的短片呢 我就會說一說這個 program management 到最早期間 下班 結束 貼 期保 貼 稍